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留学生毕业以后在美国找工作 办工作签证和绿卡过无关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量化总结一下 可以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了解 留学生毕业以后要在美国落地生根 长期的生活、工作、发展事业 面对有什么样的挑战 有什么样的步骤需要完成 我们知道现在是2023年的春季 H1B工作签证的抽签刚刚结束 有一些人抽到了,更多的人没有抽到 因为现在抽签中签率比较低 但是抽到以后并不是一切就都万事大吉了 后面还有其他的步骤 第一,毕业以后要从学生签证 可能要转成工作签证 这是第一个关卡或者第一个步骤 那么现在H1B工作签证中签率比较低 像今年2023年春季抽签中签率可能只有20%或者更低 这是一个问题 当然留学生毕业以后可以先用OPT工作 那么现在一些雇主因为考虑到用OPT工作以后 如果拿不到工作签证 那么就不好继续工作下去 雇主会在招聘的时候问到工作申请人是否需要 所谓叫Visa Sponsorship 如果需要能够找到的工作就受到更多限制 数量更少一些 所以首先你要找到支持工作签证的雇主 用OPT工作如果你是STEM专业的 可以有OPT延期 前后可以有三年 情况还好一些 如果不是比如说有的是社会科学专业 比如说有的人是法律专业 他就只有一年的OPT时间 相应的能够用来办工作签证的时间就更少了 那雇主也会考虑到像雇佣这样的人 如果只能工作一年 当然能够提供的工作机会就少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步骤 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H1B抽签你需要抽到 而且能够批准 首先像前面讲到 这个H1B中签率比较低 这个有的时候不是个人或者雇主能够解决的 比如你的雇主可能是很好的公司 Google Microsoft 或者是大的律所 或者是其他制造业的大公司等等 他们愿意支持你的工作签证申请 但是呢 H1B抽签是否中签不是由雇主决定的 是吧 这个有一定的运气因素 那所以呢 有很多人抽签没有抽到 还有的人呢 虽然抽到了 但是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准备好 所以他的H1B申请被拒了 那这也都是一个问题 所以呢 这个第二个步骤 不但要雇主支持 你还要H1B抽签抽到 并且顺利批准 那么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呢 这个雇主呢 还需要接下来支持你的绿卡申请 那么H1B是工作签证 一般只能拿几年 对吧 如果说我要长期待在美国 那我接下来呢 还要办移民 那如果说我没有直系亲属 在美国 不能办亲属移民 大多数人呢 可能办的是职业移民 比如说雇主支持的Perm申请 那么有的雇主呢 可能愿意支持H1B工作签证 但是不见得一开始 就支持Perm律卡 因为各种考虑 比如有的雇主说 你需要先工作两年 你要看工作的情况 有的雇主说 你需要先能够抽到H1B的签证 这样我能够确保 你会在这里长期工作 有的雇主可能会说 我们这里因为原来前一段 有这个layoff等等情况 我虽然想要支持 你还要等一段时间 或者需要在公司内 不论资排备 所以呢 有的雇主可能不支持Perm 有的可能同意支持 但是要等一段时间 这个也是接下来的一个问题 因为坦率的说呢 对于雇主来说 办理H1B工作签证 可以有立竿见影的好处 雇员可以如果拿到签证的话 较快开始工作 为雇员办绿卡 对雇主没有直接的好处 那么他为什么要为雇员办绿卡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为了他要留住这样的talent 所以呢 像IT领域有的时候 招不到有合适的员工 为员工来办这个绿卡呢 几率就更高一些 好 那么这个呢 是第三个步骤 就是雇主不但要支持工作签证 接下来呢 还要支持你的绿卡的申请 而且呢 较快较顺利的能支持 那么第四个步骤 或者第四关是什么呢 就是说关于排期 那么现在职业移民 EB1 EB2 EB3 类别都有排期 EB1类别呢 排期比较短一点 大概一年多 EB2 EB3呢 都有四年左右的排期 如果在等待排期过程中 个人的工作状态发生变化 不管是主动的辞职 跳槽 换工作 还是被动的被lay off 被解职 那像这样呢 很多时候 如果你的绿卡 已经没有办到最后一步 还需要换到新的雇主那里以后 从头重新开始 重新办Port 那这样呢 就又增加了难度和不确定性 新的雇主不一定马上就为你办Port 申请 然后呢 或者干脆不支持 或者有其他的限制 所以呢 如果中途在这几年里面换工作 那就又要从头开始 这是第四关 第五关或者最后一个步骤 难点是什么呢 H1B工作签证一般只能拿六年 大多数 比如说在美国的程序员 工程师 会计师 做Data Science 统计 等等 精算 建筑 工程 等等 这些很多常见的 或者商科 法律 这些工作呢 大多数呢 如果办雇主支持的绿卡 需要办EB2 或者EB3 类别 前面讲到排期 这要四年 排期呢 是从你Port 办到一定阶段 Porm申请上去 才开始算排期 所以从开始是9141阶段 然后要打广告 等到Porm申请上去 开始以后一般半年多以后了 接下来排期还要再排四年 还有各种不确定性 所以呢 那如果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很多人 比如说程序员等等 为了事业发展 中间换了工作 他到第二个H1B期间 比如说H1B还剩三年两年的时候 才开始办绿卡 那么过程中呢 他在等排期的时候 H1B就已经要到期了 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有的 如果说你的绿卡申请办理顺利 中间I140已经批准了 或者绿卡的关键步骤 已经提交超过一年了 还在判定 这样的情况下 根据AC21入 你的H1B可以延期超过六年 但是呢 像前面提到好多人 也不一定符合这个条件 有的人因为一直H1B到后面了 才开始绿卡流程 或者 Prom申请被Audit了 或者甚至被拒了 前面讲到 你要雇主支持你的绿卡申请 但是呢 雇主支持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不是充分条件 接下来还要美国劳工部和移民局批准 这个申请才行 那么有的时候 比如有的行业 IT领域出现比较多的layoff 那么美国劳工部可能会认为 这个工作不能说找不到合适的美国员工 或者美国移民局会认为 这个个人他不符合140的条件 不符合这个职位的要求 在专业对口 在工作经验等等方面 或者说雇主在ability to pay 或者其他方面存在问题 或者说个人原来claim的经验 说我有这个工作经验 但是是在海外的 没有足够的书面证据 像这些都有可能造成 Prom或者I140被拒 那像这样呢 就又延长了时间 考虑到排期H1B的不确定性 这个呢是另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一下 第一步呢 要找到支持工作签证的雇主 第二工作签证抽签要能抽到 以及顺利批准 第三雇主要答应 及时的为你办理Prom绿卡的申请 而且Prom要能够批准 第四排期中间要顺利能够排到 第五在这期间呢 H1B工作签证没有过期 能顺利的延期 那这些呢都是办理绿卡 申请过程中的问题 坦率的说我们观察到 那现在就像全球化进程 出现逆转一样 也都存在有更严重的内卷 比如说在中国 我们知道每年毕业超过一千万大学生 对吧 这个问题在疫情以后 一下子更显得严峻起来 那此前大家可能还有别的关注的问题 暂时搁置 那现在这几年 每年毕业上千万的大学生 那中国就有讲到送外卖啊 什么孔一吉啊 长山啊 等等这些问题 那比如说一线大城市 一个房子随便要七八百万人民币 那加上利息 对吧 那现在还没有房产税 但是至少呢 加上利息前后 可能要付一千多万人民币 你说我在中国找到一个工作 年薪三十万人民币 那可能需要付五十年 才能把这个房子的钱付清 那当然怎么办呢 发动配偶 发动家人 六个钱包等等啊 就像这样啊 所以总之呢 压力是很大的 相比之下 我们知道呢 在美国收入房价比 也相对呢 应该说 对个人来说更轻松一些 房价往往只是收入的几倍 然后买房更容易一些 但是同样呢 那在美国有几十万的中国留学生 此前也讲到过 根据简单的统计数字表明 这里面可能有85%以上的人 拿不到美国的H1B工作签证 拿不到职业移民绿卡 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你要告诉大家 实际情况不能够掩盖 那么有一些什么样 其他的办法呢 我们此前的文章和视频也讲到过 除了像前面讲到的 这些传统的办法 如果你有个人的科研成果 不管是在博士期间还是硕士期间 或者其他的突出的才能才艺 那么也有可能能够办 杰出人才EB1A绿卡 或者国家利益豁免 NiW绿卡 以及杰出人才的O1签证 这样呢 就可以解决 职业移民的工作签证和绿卡问题 具体的可以参见我们的 其他的文章和视频 另外呢 那如果说 我没有这些无备之财 但是家里有这有备之财 有这个财产 那么也有可能呢 能够有个人来办理 EB5投资移民 或者呢 EB1C跨国公司经理签证和移民 我们此前在别的文章和视频里 也都讲到过 那归根到底呢 出生在中国 如果要移民美国 要办理美国绿卡 亲属移民令说 职业移民呢 你总要有一些相应的成本 那么就是时间成本 比如说要等这几年 对吧 或者中间有这个事业的成本 那么这几年里面呢 可能就不好换工作 有的时候呢 时间成本呢 有的人或者读了硕士 博士 做博士后 中间这也都是时间成本 那你要积累科研成果等等 都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要么有时间的成本 要么有事业的成本 或者呢 有金钱的成本 比如说 个人自己 或者是家人 可能要付出投资的资金 为这个个人来办 1比5投资移民 那每年通过1比5投资移民 拿到美国绿卡的人数也很多 对吧 就是另外的一种成本 当然也有其他的 比如说亲属移民 对吧 那亲属移民也有 通过和美国公民结婚 或者和绿卡持有人结婚 或者和正在办绿卡的人结婚 作为职业移民的付身求 对吧 当然这个 也有感情方面的成本 对吧 那你在择偶方面 也有限制 所以呢 像前面讲到 那你如果办理 这些类别的绿卡 总有要么是显性的 要么是隐性的 这样的这个成本 当然了 如果说你能够事先准备好 那么可以和个人的事业发展 职场发展等等 结合起来 实现美国梦 就是不光是说 生活待遇方面 对吧 你还有事业发展 以及个人的兴趣 个人能够生活的 舒心快乐 这方面 那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总结了一下 当前的形式 但是从另一方面 你如果说在中国 比如有的人说 我在中国上 什么样的大学等等 那你本来也要在前面 百分之多少 对吧 一小部分 还可以 大多数人有可能 本来就达不到这样的问题 那从相对的百分比来说 拿到美国的工作签证 和绿卡的中国人 是一小部分 而且这个形式 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比如我们知道 印度的人口结构 比较年轻 那印度也有大学扩招的问题 对吧 而且呢 印度国内可能 工作的数量 以及回报薪酬 还没有中国好 所以更多的印度人 也愿意到美国 来寻找机会 那么其他国家的 比如说巴西 中东 东南亚 日韩 还有这个欧洲 一些地方 也有这样的问题 所以呢 这个僧多州少的问题 那百分比拿到绿卡工作签证的人 可能比较少 但是从总数上来说 每年拿到美国工作签证 和绿卡的中国人 那在全世界范围 还是比较高的 很多时候呢 仅次于印度啊 墨西哥呀 等等 像这样 总体来说 存在有各种困难 需要提前认真规划 准备好 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我们可以提供咨询 这个用这老话说 叫前途是光明的 我们现在呢 也是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